第二題 他說我們做甘六實驗 然後發出他的氣體產物有甲烷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跟氫氣 他問我哪些氣體可燃 這是我們上課的時候跟各位所強調過的重點 就是甘六後的產物 氣體它基本上是可燃的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幾乎都可燃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 我們以前曾經知道二氧化碳是不可燃的 所以這裡面的甲烷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的氣氧中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 全部都可燃 所以我們的答案要選的是豬、甲烷、一氧化碳跟氫氣是可燃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題